不要緊緊 新北窮林林里長愛家愛戶 要求李明清理積水 因為新北登革熱 已經累積第十九例 進入第三波感染 營養身陷登革熱疫情的 還有台中大理的開心菜園 二十五號單日就新增六例 至今累積十五人 最小才四歲大女童也遭感染 有一例是四歲的女童 是今年年紀最小的登革熱個案 她是在週末的時候 有跟家人到開信用廠附近的 一個公司去 可能在那邊有被蚊子叮咬 尤其前幾天中南部 淹水嚴重疾管署強調病霉蚊 零點五公分以上 積水就能產卵 解決兩天後就能長成病霉蚊 民眾遭叮咬就會得登革熱 處理積水要把握四十八小時 而一般病霉蚊最容易在輪胎 凹陷處花盆 帆布遮陽板等 容易積水的地方產卵 此被發現有相當多一百五十幾個 這個有解決積水容器 那是在這個禮拜之初 總好才遭到楓源 除了防蚊子外 千萬別光腳丫長時間泡污水 因為污水內流動著溝端螺旋體 細菌來自老鼠排泄物 經傷口入體內 嚴重會造成死亡 那大部分人得到這個細菌感染 都是去游泳啊 或者泡在水裡一段時間得到的 南部以前在雨下過大雨以後 也有爆發過一些小流行 以示提醒民眾處理積水時 務必穿上高童雨邪或是完整包覆皮膚 污水內含有上千種細菌 進入體內絕美好處 記者林維王朗瑜TableDoc